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子一萬公尺祭典的 世界紀錄保持人楊和珍 她是這次世大運的 競速流冰王牌 那你覺得你可以拿幾個 主要是以長距離為主吧 先把一萬跟一萬五 還有麻辣松保住這樣 講起話來腼腆 但劉起兵可是微風發面 身為國家隊常客的楊和珍 兩度被南韓職業隊向重 要以十億韓元 相當於兩千多萬元的台幣簽下 但她斷然拒絕 去年去那邊疑訓的時候 就有談到 然後加上這次去比南韓公開賽 釜山的教練又來講這樣 要轉國籍吧 國籍的問題 希望把金牌留在台灣 什麼樣的成績 擁有十億元的價值 楊和珍去年雅錦賽 四金一銀三銅 前年世錦賽一金兩銀兩銅 根本是奪牌女超人 但她不願為了薪水轉國籍 就是要把獎牌留在台灣 最感動的應該是 之前市錦賽跌倒 然後後來就是逆轉 又拿下金牌 教練吹哨子 大家可以休息了 但楊和珍仍持續在場上 獨自測試滑輪 在光燈上是目前最好的輪子 還在測試 準備了三十組不同輪子 都得一一試過 在哪種天氣流起來最快 楊和珍有這樣的成就 全在於努力兩個字 一路上都是教練扶持我 不管是低潮或是遇到什麼難關 就是教練陪在身邊 然後給予鼓勵 溜冰生涯十六年 一路跟教練吳炯柱一起拼上來 八月赤大運 就看她如何捍衛主場 地點